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叶子的中间刻上一丝一丝的纹路 这里一定要注意纹路的连贯性和纹路的走向 中间一条是直线 旁边的纹路是向中间弯曲的 如视频所示 将我们所刻下来的叶子用剪刀剪下来 这里需要比较小心 因为热缩片比较脆 容易断掉 花心是由一个底座和顶部组成的 底座类似于一个四叶草的形状 顶部是一个圆形的 这样我们的材料就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每个花瓣的底部都打上孔 花心底的中间也打上两个孔 然后我们开始上色 这次我们用到的是眼影盘和彩色铅笔 是一个绿色和红色的一个渐变 花瓣的底部是绿色 顶部是红色 中间用到白色 粉色 橙色 作为眼影的一个过渡 具体的染色画法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视频哦 然后再在我们刚刚画好的纹路中间 用粉色的铅笔 发上波浪形 花瓣的背面是用浅绿色和白色的一个过渡 这里用眼影的目的是想要花瓣具有磨砂的效果 为了这个效果 这次就不进行固色 我们用浅绿色先将顶部的圆形涂满 再用一个深绿色在圆形边缘一毫米的地方 画出一个深色的圆 再画出莲子的凹陷 花心的底部也是先用浅绿色涂满 再用深绿色如视频所示进行染色 叶子的话 我们这里用到了深绿色 浅绿色 黄色 橙色 何者 石色 如视频所示进行染色 有洞的地方 颜色染卵色 模仿坏掉胶着的叶子 没有洞的地方染冷色 模仿茂盛正绿的叶子 静的部分用深绿色进行加深 这样整个荷叶就会立体很多 将铜丝从刚刚我们所打的孔中穿过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热缩了 将我们刚刚所用的部件一一的进行热缩 在最后一步趁着热缩片还没有变硬 我们可以进行造型 热缩完毕后我们开始组装 将我们的连心底部和顶部用胶水连接起来 用6根差不多1.5厘米的铜丝中间折叠 用铜丝固定 把顶部点上一点UV胶 并用紫外线照射 这样我们的花蕊就做好了 将我们的花心和我们的叶片 用铜丝固定起来 这样我们的荷花就做好了 最后为了增加荷花的灵动感 我们再在叶片上滴上两滴UV胶 然后再进行纸外线照射 我们的水滴就完成了 好像是刚刚从水里面取出的感觉 再点缀两颗珍珠 加上我们的发簪 我们的荷花发簪就做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哦 你们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素质三连哦 本期我们将会抽出一位小伙伴送出我们的荷花发簪 我们先来抽取一下上一期的小伙伴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